对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选一个自己不后悔的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在参加歌手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就有一次选择是我最头痛的 因为我们是每个星期要准备一首歌 然后我就是达拉崩巴那一次 我那一次其实准备的是另外一个的 迪斯科串烧 然后就在上场的前一天 我就发现他那个改编 我就特别不喜欢 但是就是我就问过我身边的人 他们就说 你把原来那个再倒是倒是再改编一下 说不定相对来说难度会低很多 就你已经有 对已经有现有的编曲了 你知道再重新编排下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说不行 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我不后悔的选择 因为我在歌手上的每一首选歌 我都是觉得我在这场被淘汰掉 我都OK 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后悔做这个选择 所以我当时就在上台的前一天 我就说我要换歌我要换达拉崩巴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熬夜去编的曲 熬夜我去想怎么去分配那个声音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安全的排 不是说我唱什么我就一定留下来 但是我觉得要做一个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吧 你告诉我你什么歌唱不了 太多了 比如欢诚诚的rap我就不会 不是 两个人突然抱着对方的手 喂 有你唱不了的歌吗 没有 这我不会唱rap 我就是个reader 哈哈哈哈 那你让我去rap 我能把自己尬在台上 尬在那里 尬在那里 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中文字幕——YK